圓滴滴 滑滅滅 熱辣辣 香噴噴 街頭美食一向都是我最愛的 不過要說到又便宜又好吃 還要多花款 一定非它莫屬 腸粉看似普通 其實是出名門 清代末時期已經出現 還有不同的門派 其中的表表者 就是這些布拉腸粉 要炮製一碟正宗的布拉腸粉 原來是要靠兩大花碗 時間和心機 坑哥是有幾十年經驗的老師傅 除了時間和心機之外 做一碟漂亮的布拉腸粉 當然要靠一塊布 我用甚麼質地會比較好 卻生布或是白樣布 我的布也挺白的 如果一般我們會用幾天就不要 還有水的布拉腸粉很重要 如果水很髒 你不換就會刺布 好水加好布都準備好了 是時候可以下米漿做好腸粉 這個底部一定要攪拌均勻 不然就會沉底 可否說米漿是腸粉的靈魂 是靈魂 對於一碟腸粉來說 質感吃下去很重要 不同地方的腸粉 米漿的成分都有獨門的秘荒 坑哥除了秘荒 還有個鼻殼 你看我的殼我自己做的 因為我的份量固定了 一殼是多少粉 可以做到兩碟腸粉 如果外面我相信也很少這樣做 倒完米漿 放上餡料幾十秒之後 一揭開蓋 米香四天的腸粉皮 就已經是製成了 接下來就是最考功夫的時刻 拉布 由於粉皮是超薄的 拉布必定要是手定心細 拉完布之後也不能馬上捲起來 你太快捲,粉會淋 就算你捲完拿出來的客人 一吃下去,粉會偏軟一點 時間拿捏得好 材料比例調較得宜 又薄又滑的布拉腸粉 才可以煉成 淋上暖粒粒的自家製醬油 香滑鮮嫩的豬仁布拉腸粉 可以吃了 豬仁腸粉當然是趁熱吃的 我不客氣了 好熱 這些腸粉真的又薄又滑 而且很足夠餡 配上自家製的豬仁 真的很配合 腸粉為何會叫做腸粉呢 有個說法說 以前太多人買 好像要腸才有得吃 所以被氣稱為腸粉 不過吃到白魚雪、薄魚子的腸粉 就算要腸也是划算的 為什麼腸粉那麼稠呢 除了滑滑滑的布拉腸粉 近年這種稠的巢皮腸粉 都大受歡迎 據說它是來自潮州 原名是石磨腸粉 有別於布拉腸粉用的粉漿 巢皮腸粉是用大米加水磨成米漿 整個十斤米才能磨一桶的米漿 絕對是足夠的份量 為什麼要用石磨呢 因為古時都是用石磨 去磨黃豆或米等 如果用現在傳統的豆漿機 即攪拌機是磨得那麼滑的 磨得那麼小 不過只靠磨粉是不夠的 要炮製炒得更滑 或更香的炒皮腸粉 就一定要靠這個桂桶 這個桂桶的火力是普通蒸爐的兩倍 蒸一碟腸粉, 不用一分鐘 所以倒漿要快, 下料要快 蒸熟出來的最後工序 都是要快… 為什麼石磨腸粉要弄炒 不是捲的?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的腸粉要很快 因為每個做早餐 人家買完就要走, 要買麵包 我們一定要快, 這樣捲著就捲著 炒皮腸粉餡料的選擇是非常多 不同的餡料還可以自由配搭 你真適合嘴鵰子 我覺得很好吃 進口裡, 不用點自由就可以了 相比寶拉腸粉, 石磨腸粉 它真的滑很多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 有些配搭 我沒吃過, 有蔡普加粟米的配搭 而且吃起來有層次感 還未夠好的話 就要吃港人之外的街頭小吃 豬腸粉 老闆, 一碟腸粉, 多甜醬、麻醬 不要辣醬, 麻煩你 自己來吧 吃豬腸粉當然不能少要混它的醬 加甜醬和麻醬 我覺得加醬會比較合適 其實我一直很想知道 你為什麼豬腸粉會叫豬腸粉? 因為通常捲出來 好像豬大腸一樣 一圈一圈 所以人們就叫它豬腸粉 豬腸粉同樣來自廣東 是站江的地道小吃 不過現在, 很多地方的豬腸粉 都是用機器製成 人手做的, 已經賣少見少了 做到亂滑彈牙, 更加是一絲不苟 就連板上的油 都不可以多, 又不可以少 萬一多了油會怎樣? 會比較膩 口裡有很滑油的味道 吃不到腸粉本身應該有的味道 我現在已經是半夜十二點半了 想起一些腸粉, 真是很餓, 怎麼辦? 不怕無神兔子, 我想吃腸粉 可以自己做的, Baby 只要利用簡單輕巧的腸粉電蒸鍋 絕對可以滿足大家 無時無刻想吃腸粉的慾望 等我現在立刻用武腸粉機 做兩款大家喜歡吃的腸粉 就是這個叉燒腸和一會兒的蔥花蝦米腸 先去治愈肚子 用椒米粉、粟粉和植面 加水, 開成粉漿 只要按比例調校 做出來的腸粉就是滑一點 開始之前, 開定電蒸鍋 預熱大概是十分鐘 首先, 我們把材料倒在大盤上 之後再加水, 攪勻 大概攪勻到多勻 你會看到粉完全沒有粒粒 這樣就可以了 在盤上, 掃浸油 之後再放進腸粉機 30秒左右, 再拿出來 再加漿 這個步驟相當重要 確保不會令腸粉黏底 好了, 夠30秒了 現在我們就塗一殼米漿 倒上去 米漿不需要加太多 大概佔個盤的九成就已經足夠了 熬勻它, 再加叉燒 在中間的位置下 因為如果在頭上下 一會兒很難捲 再放進腸粉機上 等兩分半就能吃了 在等待期間 我們可以輕輕掃浸油 在腸粉刮上面 方便一會兒捲腸粉 耶, 夠了 先看看製成粉 你看看, 很薄 最後用刮 將腸粉捲成條狀 輕輕手, 輕力刮 輕而易舉 完成了, 看多容易 先做蔥花蝦米牆 將蝦米浸軟後切粒 蔥花加入粉漿攪拌勻 再倒入盤上 把蝦米鋪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放進去蒸 兩分半後出爐 用刮捲成腸粉, 完成了 原來做腸粉 比想像之中不太難 讓我嘗嘗 腸粉吃起來又薄又滑 好滿足 你可能會問 吃這麼多腸粉會不會很肥 在這個港球健康的新世代 讓營養師教大家 如何才能吃得健康 我們調節餡料 或醬料方面 麻醬甜醋比較肥 盡量減少 所以蒸醬粉好一點 最多加醬油 醬油令上 另外, 裡面除了蝦 帶子之外 也可以加蝦米蝦肝 或者九黃、蔥 其實也是一些比較低脂的食材 再不是的 我想再健康一點 其實加些素菜材料都可以 譬如菇類 其實也會隔味 也有豐富水用成纖維 可以幫助降膽固醇 不想吃得太鹹、太高脂 又想轉口味嗎? 行了 這部機可以做大人、小孩 都喜歡吃的芝麻卷 芝麻卷同樣簡單易做 首先要將所有的粉類 和砂糖加水拌勻 我們弄得沒有白色粉 就可以加油了 加幾滴油 拌勻後, 倒入西道甲渣 芝麻卷就會很滑 接下來的步驟跟做腸粉一樣 不過這次加漿可以厚一點 同樣也是蒸兩分半鐘 哇, 好香 放出來就放涼大約三十秒了 因為太熱就卷不到 三十秒之後可以下手 將製成品卷成圓條形等等 芝麻卷大功告成 出街買也可以 自己做也可以 各式各樣的香滑腸粉 我想怎樣吃都可以 除了各式腸粉 蒸各式的點心 一樣都是沒有難度 放滿整張桌子 好像將茶樓搬回家一樣